大千世界,无其不有,你相信托梦一说吗? 起因是妹妹的一次托梦,在梦中,她告诉自己的双胞胎姐姐,自己并非死于煤气中毒,而是死于丈夫罗平之手。 她说的情之真,意之切,姐姐的眼泪就像决堤的大坝一样,她向妹妹保证,定会帮其讨一个公道。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,警方终于决定复查此案,最简单,也是最直接的方式,开关验尸,到底是空中楼阁,还是却有此事,听我缓缓道来。 时间回到三年前,那一会的罗平,刚刚从一个公安干警升迁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,她今天的原计划是要去市里开会的。 早上七点不到,司机将车开到了她家门外,司机先是隔门叫喊,之后又鸣笛示意,见始终无人回应,她打算禁院一探究竟,她走到门口,轻轻一推铁门,发现门是开的,她心中按道一声不好,她快步走到房门外,轻轻一推,低头一看,罗平头朝着大门的方向,瘫倒在地,昏迷不醒,她赶忙将罗平拖到车上,准备送去医院,突然,她又想到了什么。 罗平的妻子马小春呢,她又一个折返跑冲进了屋内,推开里屋的房门,扑面而来的煤气味,熏得人睁不开眼,她深吸一口气,又冲了进去,映入眼帘的,是躺在床上,嘴唇发白,毫无血色的马小春。 医院里,经抢救,罗平脱离了生命危险,但是马小春因煤气吸入过量,经抢救无效,宣告死亡。 考虑到罗平之前是一名公安干警,并且在任职期间捋破大案,警方有理由相信这是一起蓄意报复。 于情于理,警方投入了大量的警力,在随后的侦查中,办案民警发现,通向户外的煤气烟囱,被人用衣服堵住了。 这也是屋内一氧化碳大量增加的源头,在衣服里,办案民警又发现一张献种子公司的发票,这也是警方从现场收集到的唯一证据。 在此之后,警方抓了很多嫌疑人,但最后,均因证据不足释放了,慢慢地,此案变成了悬案,也快被人遗忘了。 此番复查,是因为马小春的双胞胎姐姐马小凤,她在美国读了博士,成立了一家公司,非常非常有钱。 上个月,本市举办了国际贸易洽谈会,马小凤作为美国代表受到了省委书记的接见,利用工作之便,马小凤向县委书记提及了此事,县委书记当即下令,彻查此事。 在此之前,警方已经复查过一遍了,与之前宪局的结论一致,但是马小凤不买单,她坚持要开关验尸。 综上所述,在法医这个职业里,屡见其宫的韩梅被派往了华林县, 华林县公安局,面对来势汹汹的私人,本地法医是不高兴的,她觉得韩梅私人是在质疑她的专业水平。 我承认,我们的水平没有你们省城高,可是这种简单的案子我们都鉴定不了,那还要我们干什么? 在看过原始档案后,韩梅也犹豫了,光从技术面来看,马小春之死,的的确却符合煤气中毒死亡的特征。 她给她的师傅打去了电话,寻求帮助,师傅的答案是肯定的。 这种案件非常罕见。 为什么呢?因为案犯必须对筋动脉痘的位置非常熟悉,而且着力点非常准确均匀。 瞬间引起反射性心脏走停,这样死者才不会出现机械性窒息的典型症状。 这叫啥?这叫江还是老的了,开关,下午就开关。